《電子競技》 《電子競技》 說得叫競技 代表與人競爭 有競爭就必須有輸贏 或者排名 跟普通打遊戲是兩回事 電競成為2022年 鴉運競技項目後 演點不少年輕人的職業選手夢 我沒有後悔過他做選手 或者他走這一條路 青春不是用來揮霍的 如果錯過這四天之後就在你 電競集體育和創新科技於一身 香港發展電競 比鄰近地區遲至少十年 怎樣急起直追 日本形 sob 天空 林韋傑 《綠藍藏時期》 《綠藏時期》 《倔助編時期》 《綠藏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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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刮厕所 今年22岁的Riley是台湾人 上年先在大学电子工程学系毕业 还做过四个月的电子工程师 但今年2月底 她决定一个人来香港 做全职电竞选手 现在就住在公司安排的港式劏房 她们就说这样就是单人房 而且还算是大 我听到说这样算是大 因为就真的太小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像这个桌子 然后就粘着床 然后椅子也不能拉到最开 就会卡着 我不会因为住的地方不好就不来 台湾电竞发展比香港组好多 不过就没有全职电竞女子队 梦想成为职业选手的Riley 为了达成梦想 不适飞来香港 更加先斩后奏 确定取得选手职位 买好机票才跟父母说 因为毕竟从小我妈管比较多 就是革命 我就说反正事情都定了 而且我的人生我自己可以决定吧 对啊 就是总不可能就是从小到大 然后到工作到结婚 都要你决定好一条路给我走吧 每天去公司都会走这条路 然后大概五到十分钟 就会走到公司了 也算是梦想成真吧 这个机会很多人抢着要 对 如果你现在拒绝 那一大堆人要 为什么他们要回头找你 可是如果做得没有自己预期上的好 那可能就顶多一年半两年而已 对 我就会去继续做工程师 而且当中生的路线 我还是死了 女士 序里 这个团队 的 一切被团队 一切被团队 像是死了一样的 他們的組班不夠一年 除了Riley之外 隊長小龍女和其他三名隊員 都是香港人 然後還要讓大家知道 大家做了甚麼聽人 如果回來的時候遇到甚麼事 關係不只是同事 會比較像夥伴 因為你要覺得他是夥伴 才會信任他 那…信隊友可以贏 踩上去,踩上去,踩上去 踩上去,踩上去 我可以打,怎麼打,怎麼打 踩我,踩我 我嗎? 對,你要站在前面 電競講求玩家的判斷力 協調能力 在隊際比賽中 需要考驗隊員的合作和溝通 可以打,可以打 他們剛好埋班 還需要時間磨合 出來作為一個隊友 要磨合的也不只是技術方面 有時性格,諸如此類 脾氣那些都要大家互相遷就 每天午飯後 就會在練習室 由專業教練培訓 教練Fake和Riley一樣 都是台灣人 之前在內地做電競助教 三個月前碰巧機會 來香港轉做教練 我一開始當助教的時候 四千塊港幣 然後當時你又是個助教 你又沒有什麼話語權 你不能去帶隊伍 不能管隊伍 為什麼香港的部分 隊伍很多 很多隊伍會進行競爭等等 我覺得都是促進了 造成女子隊伍 越來越在香港發展越好的原因 因為越來越多人 看到女子隊伍的 可憐性跟發展性 香港發展電競 無論職業選手 以至教練 都要向內地 或台灣招攬人才 Vick來了香港幾個月 就體驗到 阻礙香港電競發展的風氣 我來到香港後 有發現很多香港人的部分 也是這麼想法 就是覺得打遊戲沒遷徒 打機沒遷徒 為什麼不好好地讀書 考慮香港大學之類的 然後其實 就是依照現代人來說 電競這個潮流 其實已經打不住了 其實80%的年輕人都有在玩 Sweetie是全隊唯一一個 中學未畢業的電競選手 他中四就退學 日夜機不離手 由業餘選手身分 用了五年時間 才能做到全職選手 我現在趁年輕 我不醉 我到二十多歲就沒機會了 我自己沒有能力醉 應該會 其實我自己也會擔心 日後沒有了… 即是完結了這個生涯 職業生涯 我可以做甚麼呢 我學力這麼低 我自己也會擔心的 我可以做甚麼 我去玩 我去玩 不能停一會兒,媽媽跟你說話 不能暫停,不像以前的遊戲 不能暫停 很難得一起 看著女兒放棄學業,走上電競路 媽媽最初都不相信會是一個行業 如果你推她去做一件事 你給她一條路,你要這樣走 她未必會接受你的,對吧 不如順著她去 這是最初發展的這件事 你也像是一個白老鼠的形式 可能不會有甚麼成果 希望她過多一段時間 自己覺得成熟了 或者我追究了這個夢想 希望她會有另一個選擇的工作去做 去另一個方向 我們現在開始練這個比賽 一開始,其實做主播 有一點技巧 例如你說話要流暢 然後可能是你開場 我希望風趣幽默一點 因為我經常說 你的開場不能太悶 大家觀望最近完成了MSI 這個英雄見都沒見過 一個大技,塞燈,然後衝進去 電競業的主角 不僅是落場打遊戲的選手 亦衍生了很多附屬職位 電競主播就是其中之一 好像阿生一樣 他做不到選手,就是做了主播 足球很簡單 你看到球過了八層,你就知道他進了 但電競其實如果沒有人說過 你不知道實際明確的勝利條件是甚麼 所以就更加需要這個主播的出現 你播我,你播我一次 你看到夜空落場 但他捉住柔衣 但他捉不到,這邊要退場 快看到他沒空 這天,電競選手Bella和Bakka 就根據他學做主播的技巧 現在這個版本 都沒有所謂的MetaMeta 只有奇招和奇蹟 只有8.11 電競選手生涯很短暫 一般選手黃金旗 大概由17至25歲 但未登上國際舞台前 他們都要先過著月入萬多元 單一夜練習的生活 一個我認為要前期要我做事 Slowball 女生進入這一行是很簡單的 但要站得住在這裡其實很難 因為你首先要過了外表那一陣子 然後當過了之後 別人真正去檢視你的內容的時候 你甚至可能要被一些男生說得更出色 他們才覺得你是有用 這個就是我覺得他們的難處 可能如果我看 可能我會以為… 因為整個版本都這麼奇怪 阿生以前做運輸 每個月大概賺1萬5萬 現在做主播的人工更低 不過為了興趣 唯有一生劍多職 收入有27至28成 電影公司本身自己都不是我找到的 它比你的價錢就不會高 就像我這樣全職的話 其實我想都是只有兩到三個人 但他們負責的 都不是單純只是主播的工作 例如我這樣會合同一些活動的統籌 幕後的工作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 這個行業基本上是每一個人都在掙扎 可能選手我都說 你今天打得差 你明天就被人解僱了 你看到主播可能一年五十個行 只剩下一個人站在那裡 首先這一行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看不到未來 你最終就是因為很喜歡 很喜歡熱愛遊戲這件事 你才會留在那裡 香港現時大概有五隊女子電競職業隊 她們成立不夠一年 不過就夢想成為香港第一 由台灣來香港不夠半年的Riley 努力跟隊員一起練習 為即將舉行的一場本地賽積極備戰 其實她就算是天分型選手 就真的就是我剛才講的 職業型選手來說的話 她其實算是有天分的 她的天分來自於她的反應力很快 她能夠去理解她要做什麼 她能夠去有想法 我是覺得真的一定要拿到成績 不然就是等於是說 我跟他們白費革命的 要爭取成績就要加緊訓練 他們每天就在這間房間 起碼練十幾個小時 其實基本上 練習院選手是沒有下班這件事 可能你下班了 你回到家 但是你仍然會想 哪個位置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可能自己在家裡也會繼續打 快點…快點… 其實真的累 但是我只能說 每一份工作 沒有工作絕對是輕鬆 每一份工作都會有壓力 選手的壓力其實很大 一個失誤會導致整盤遊戲輸 不可以有行叉踏錯 還有心理上的壓力 你經常會擔心 有哪一刻可能突然有人想取代你 剛才把輸了 有沒有人要先說一下輸的原因在哪裡 沒有溝通 沒有溝通 你也知道沒有溝通 不是我沒有溝通啊 狂妄一點的說法 我們沒有想過我們會輸 我必須在他們身上看到我的影子 哪怕這個社會這麼阻止我們 哪怕家人好友們這麼阻止了我們 哪怕全部人都說我們沒有錢 我還是去追求我喜歡做的事 我想做的事 我絕對有夢想的事 那麼 Gonzung 電競熱潮席卷全球 去年全球電競的觀眾高達三億八千萬人 透過網絡或電視 收睇英雄聯盟總決賽的人數 超過四千萬 高於NBA貴後賽總決賽的收市 很多比賽的獎金更高達千萬元 我在想我们可以怎样就学生 教学期和我们容易些 不用分开那么多日子 应该现在大部分中学都可能是 七月十二十三十四这些日子 开始课 我们去看看这个设计是否行不行 Gabby,阿朗和肥迪三位大专生 五年前成立香港学生电竞总会 每年暑假就会筹办中学生 学界电竞比赛 赛事的知名度也好 关于电竞其实是什么一回事都好 其实都想有这个信息 给回市场的样子 又找赞助商 这个也是在数码港那边 今年我们都会用这个场地 到找学校参与 他们都要亲力亲为 如果你在第二个国家 搞电竞可能也有很多选择 给你, 很多公司会聘请 但是香港可能公司又少一些 选择本身已经少了 工资又不是很可观 所以自然就, 其他人看见也不想入行 电竞其实是一样专业你要学的东西 不要大家觉得好像 你随便找一个人进去做都做到 就是绝对不是 是一样你其实需要长期去学 有很多专业知识 有很多技术上面的东西 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 我认为这个场景真的很美 因为你的观众 如果真的全部坐在这里 看这个方向 没理由看那个 没理由看那个 还有四比三也停了 特区政府今年财政预算案宣布 投放一亿元在电竞发展 一方面开办电竞文凭课程 更计划将数码港商场 发展成电子竞技及数码娱乐的热点 有这些一定是摆在中间 我出来数码港都要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数码港真的是颇原 这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其实你看看韩国或者台湾的发展 他们的电竞馆主要都是 例如台湾就放在台北 主要是中心位 不会说去很远 因为其实一个电竞场地 最重要的是 你搞一个场景 其实无非都是想有人来看 那就是说 他们通常会选中心位 希望有人做到一个习惯 就是走过路过 知道今天好像有比赛 都想进去看 要看一看这里到製作要多长 这里做回OB和杜伯机 全部整套都放在这里 他们觉得硬件配套设施还可以慢慢兴建 不过就担心 本港没有足够电竞人才 难以追上邻近地区 香港的人才 未必是本身就做电竞 打击是电竞的一个很小部分 真正的部分是 比赛所有的流程 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统筹 那些才是电竞更加大更加核心的部分 而大家可能都是想做选手 大家都想做出名 想出位 对于电竞行业 大家不要想到这么美好 不要觉得之前有冠军 或者看到别人其他国家成功 香港就一定成功 香港现在正在发展 但也有很多未知因素 大家都很努力地堆砌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我觉得有兴趣的年轻人 真的想加入电竞 先思考一下 想清楚 想清楚 想想是否真的很想做这一行 不要进去,试试他 没有用电,在这边 讲话… 慢慢都失眠,很紧张 我们会努力的 要升三 他们现在的阵容上 有三个支持 被战了几个月 Riley和他的队友 今天出战本地一场比赛 他们的对手 就是这队 香港排名第一的女子电竞队 我对你们还是有信心的 一、二、三 加油 比赛分三盘两胜 以对制形式进行线上竞赛 欢迎回来 这个女子打大架 FGV对PDQ的对抗赛 好 比赛分三盘鞋 一个赛刀收下了梦尔 这一边比赛来到4比4 两对初时还势均力敌 但Riley他们这一队 很快就处于下风 他们很紧张,大家都准备集合 喂呀,成佛丽 哇,这样冲过来 其实都明知有人了 看到这可能就是 真是所谓的排位差 看到FGV的伤害真的不足够 有点紧张 他们这一场发挥得有点紧张 这盘应该是输了 应该是没有了,烂架 少了一点,没办法了 这里十多年,甚至开门 大忌华礼遮网 藏起了Riley的人头 最后恭喜这个判断 以23比7的比数 实际的差距 袁峰 FGV2比0 直接带走这个比赛 结果,对手不用两个小时 就将他们打败 落败之后 各人都难掩失败的心情 但没有数额 我就会玩很大 我没有做到今天应该要做到的事 对不起 没有,很快 这次失败 下次再追他 最后恭喜这个判断 以23比7的比数 实际的差距 他原尊 王朝中大家会倒下 由我们去吹道他们 大家都可以见证一下 就是说两队的实力的确有残忍 但当然 解析了些东西去走这条路 你要对得起自己 你就要继续走下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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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